台北市长柯文哲6号指控蔡英文身边的人贪污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在同一天质疑蔡英文的执政能力 指蔡英文当局的官员是吃香喝辣贪污舞弊的贪官污吏 要台湾民众想一想 未来的台湾是选择清廉还是贪腐 柯文哲阻挡同一时间 人在高雄主持市政的韩国瑜隔空给予祝福 也跟着柯文哲附和 指责蔡英文身边的人贪污 韩国瑜炮口瞄准律营 要求蔡英文静下心来好好反省 要静下心好好去检讨 你用的人是不是出了问题 这些人继续拱你 是不是希望继续吃香喝辣贪污舞弊 高雄市长韩国瑜指责蔡英文执政三年 台湾民主政治倒退三十年 让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 他提醒台湾民众 特别是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人 要清醒过来 想一想是让政治走向清廉 还是继续污秽 还是继续污秽 白兴